大峡谷里的友情 欢乐大峡谷素兰有最美丽的秋景之称 蔓延两百多公里的峡谷 从海拔三千米的高山森林 到海拔三百米的草地河流 更让人叫绝的是 峡谷里的形态万千怪石 无论是霸王龙 梅花鹿 还是鸽子蚂蚁 据说什么形状都有 而且还栩栩如生 这一次丰收节的长假 哼哼龙 多多哥和布布蚂蚁 几个好朋友都有一个特别的心愿 就是要在欢乐大峡谷 找到和自己一样的石头 终于盼到了丰收节长假 当背着大包小包 累得气喘吁吁的几个好伙伴 一进入欢乐大峡谷的时候 眼睛顿时一亮 大峡谷果然名不虚传 哇塞 真是太美了 毕竟累得想趴下来的多多哥 兴奋地尖叫起来 由于找石头心切 大伙呢也顾不得休息 个个剑步如飞 居然在太阳高照时分 就赶到了山顶 天啊 那不就是我的石头吗 不要再跑了 前面是悬崖啊 恒恒龙赶紧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拉住了安琪熊 没有想到安琪熊太重了 倒把他给往下拉 阿美璐 微微兔以及布布蚂蚁 纷纷地跑了过来 想要拉住恒恒龙 却一个接着一个地 反倒被拉了下去 可怜的安琪熊 恒恒龙 阿美璐 微微兔和布布蚂蚁 一个个地从悬崖上滚了下来 从海拔三千米的山点 往下坠落 幸好他们遇到了 悬崖绝壁上的一棵千年老树 才没有摔得粉身碎骨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多多哥吓坏了 会飞的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好朋友遭遇这场灾难 却无能为力 看到好朋友们 一个个横七竖八地挂在树上 多多哥赶紧飞到了老树上 希望能够做点什么 只见安琪熊死死地抱住树干 双眼紧闭 惊魂未定 全声嘟嘟缩缩地发抖 我的石头 阿美璐和微微兔一前一后地倒挂在同一根树枝上 两个好朋友 惊恐万分地听到树枝像是要断裂的声音不知所措 多多哥急地大喊 小心啊 微微兔 我 赶快抓住左边的树枝 阿美璐 抓住你腰边大喊 多多哥说着说着就飞了过去 帮助阿美璐和微微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布布蚂蚁呢 则是吊在一根细细的枝条上 摇摇晃晃地大喊救命 在一旁的横横龙一把将布布蚂蚁抓到了粗大的树干上 唉 该怎么办才好呢 当大家稍稍地回过神来 才意识到他们处于悬崖绝变的中间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 多多哥 快呀 找麦基校长去 我们需要救援呢 太阳此刻正慢慢地落下山 晚霞映红了天空 和大峡谷迅力多姿的美景融为一体 美轮美奂 但是 哼哼龙 布布蚂蚁 而安琪熊 阿美露和威威兔 却没有心情欣赏这一切 大家沮丧极了 我饿得受不了了 真倒霉 什么食物都没有了 我好冷啊 真倒霉 我的衣服破了一个大窟窿 冷风往里面灌 什么都没有了 我快没力气了 这次旅行怎么这么倒霉啊 早知道我就不在山顶 把包包给卸下来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真是倒霉头了 只有阿美璐没有吭声 静静地看着升起来的一轮月亮 快看 我们现在拥有这么漂亮的月亮 阿美璐 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大伙一脸诧异地转向了阿美璐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数算一下 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呢 我又冷又饿又困 什么都没有 还数算什么啊 你看看 我们有这么漂亮的月亮啊 我的手还有力气抓住树枝 我最喜欢的发卡 居然还在我的头上 嗯 是啊 我有衣服可以穿 虽然破了 不过口袋还在 啊 我找到了几块胡萝卜饼干 对呀 我的手脚都齐全 虽然没有包包 我的脑袋可灵活呢 呵呵咯 你来考考我几道数学题 嘿嘿 好 哎 考你一道容易的题 哎 一一一一一 加二二二二 加三三三三 嘿嘿嘿 嘿嘿 哎 我想起书上说过 这种树的椰子是可以吃的 我 你 你怎么不走树啊 快 呸 呸 呸 太难吃了 哎 我还没说完呢 再剥开树皮 刮出树枝 和树叶一块吃 呵呵 嗯 如果再和胡萝卜饼干一起吃 会不会更好呢 微微兔慷慨地拿出了自己仅有的饼干 分享给大家 于是 在 一顿别开生面的野餐会 在悬崖掘壁的千年老树上进行 虽然秋天的凉风吹到身上刺骨的寒冷 但是伙伴们却感受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和亲密 哦 还有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数算到呢 哦 那就是朋友是多么的宝贵呀 于是大家对着寂密黑夜不约而同的大喊起来 红红龙 我爱你 安琴熊 我爱你 阿美龙 我爱你 威威兔 我爱你 噗噗蚂蚁 我也爱你 在万籁聚集的夜晚 这响亮的喊声回荡在整个大峡谷 第二天一大早 当麦基校长和救援队赶到时 在悬崖绝壁的千年老树上 只见几个好朋友紧紧地抱在一起 哭哭大睡 甚至还能够听到安琴熊特有的呼噜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